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古时的埃及 他们有一条很重要的河流 是尼罗河 除了能够提供他们日常饮用之外 这条河流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交通作用 因为古时他们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唯一能够可以方便交通 从南边到北边 主要就是靠一条尼罗河 所以他们会用一些最简单的方法 包括他们会用葡萄去制作成一些简单的船只 又或者摩西也是放在一个葡萄箱 在尼罗河那里运送 终于也是被法老的女儿 埃及的公主收拾了他 除了这些葡萄能够可以制造这些船只外 当然皇帝就不会坐葡萄的船 所以他们也会用木制的船只 所以他们也会用木制的船只 他们除了这些船只 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有一些神祭祀的仪式 他们需要把神搬出来 在河流运送做一些祭礼之外 包括皇帝如果他死了之后 他需要沿着利罗河去埋葬的地方 亦需要坐着木制的船 包括在今天的大开罗 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基萨 基萨那里主要有三个古老金字塔 在那里我们发现在金字塔的旁边 竟然埋葬了一只大的木船 而这只大的木船 原来就是当时将皇帝的尸身 他的穆乃伊 就运送到金字塔那里 在那里埋葬 接着这只船也被埋葬在金字塔旁边 优优独长